当地时间1月15号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托人刘鹤。 双方共同出席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。 刘鹤在协议签署仪式上表示,作为国际事务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伟大国家,正式分歧、管控分歧,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,有利于中国、有利于美国、有利于世界。 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,能够稳定全球经济发展,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,符合两国生产者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。 同时,协议不针对也不影响第三方的合法权益,符合世贸组织规则。 我们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,这验证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,困难并不可怕,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。 刘鹤表示,协议签署后,希望双方共同努力,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,严格遵守协议约定,照顾彼此核心关切,努力落实好协议,这既是当务之急,也是对未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行动。 刘鹤表示,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正在形成,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。 中方愿不断扩大来自各国优质产品的进口,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。 特朗普表示,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,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,对美国、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。 美中关系十分重要,两国正在经贸及其他广泛领域开展密切合作,这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,美国期待与中国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。 特朗普表示,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再次访问中国,美方官员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美国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签署仪式。